灰調 玻璃加工這個產業 我個人估計 應該快則五年 慢則十年 會從此不見 西元2000年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產業都皺光了 所以現在台灣在做玻璃加工這個行業 一直在萎縮 一直在沒落當中 甚至有一些產品你找不到協力廠商 要維持下去其實是十分困難的 那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說 就是盡量做那種所謂能夠提高 這種玻璃產品附加價值的東西 讓這個台灣謹慎的這種玻璃加工產業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在我的觀念裡就是文創一般年輕人走的不會說很長久 可能就是一年半載可能就會陣亡掉了 碰到你我感覺到也是滿驚訝的 我自己在想說給年輕人一個機會試試看 從退伍差不多二十四五歲開始 台灣那時候等於是世界工廠 什麼單都在台灣生產 跟以前比的話可能剩不到5% 這次新的產品是很特別 光是我們師傅的話 反反覆覆覆差不多一個月在摸索 因為塑造出來它的尺寸完全是不能很工整的 我們利用車床一些技巧把它克服掉 不簡單啦加油 堅持下去就對了